習近平一直想在他的左邊 打出一條路 這條路可以去壓制印度 所以一帶一路 是推動到尼泊爾去的 尼泊爾大家都很聰明 我就找一個 我的強大鄰居的對手來保護我們 那就另外一個強大的鄰居 那就是大陸 我們剛剛講的斯里蘭凱是一樣 所以大陸對斯里蘭凱投資也很大 也是希望藉著經濟上的這種力量 一帶一路的這種力量 讓斯里蘭凱跟他好好做朋友 馬爾戴夫也是印度 印度還不少人在馬爾戴夫 他也在那個地方 在強化跟他們的關係 所以這個就是爭鬥 這些小國就變成強國之間 爭取了這樣一個對象 所以這也給台灣一個 給台灣一個啟示 美國跟大陸 某種程度是在爭取台灣的 我們如果處理就走又風雲 處理不好的話 我們就兩面受敵